這雙鞋 BOSEN 12 無庸置疑一定是今年CP10最高的跑鞋 竟然定價只要4290元有這麼多功能 重點是它有20天試跑的不滿意退飛活動 即日起到6月21號指 欸 這雙鞋不穿真的是對不起自己 哈囉大家好 我是演教員梁哲睿 我是天后防禮手 上一次我們在差不多的場景 還記得我推薦你一雙跑鞋 結果你說有點不知道你自己講好了 這太難以啟齒了啦 反正就是犯賤嘛 就買來然後我還是偷偷去試了 然後就跑跑跑 差不多3秒鐘的時候 就啊啊啊啊 我上一次不要輕易嘗試嘛 我跟你講碳板鞋有時候就不一定還這麼適合你 但今天沒關係 我特別再找了一雙我覺得非常厲害 應該是堪稱今年度 可以說是CP值最高的跑鞋 定價大概在4200元左右 就可以該有的都有 有這麼好的事 我真的覺得這雙鞋今年不買不行 好啦 接下來我就來好好跟你介紹一下 這雙鞋有什麼厲害的特點 好 接下來就來跟大家深刻介紹一下 到底上一代的Bossom 11 跟這一代的Bossom 12 有什麼差異化跟進步的地方 首先我們從正面往下看啊 可以看到其實Bossom 11的前掌寬度 跟Bossom 12的前掌寬度是不太一樣的 就是可以看到 我們直接簡稱好了 就在Bossom 12 B12 在這個前面前掌的地方 在12代的地方其實是比較加寬的 所以它在落腳的穩定度其實是有效的提升 可以看到Bossom 11其實是比較窄炫的 所以在落腳的地方 你會感覺支撐穩定度 12代是提升的不少 那這次Bossom 12整雙鞋最大最大的升級 應該可以看到在中底的上面 雖然看起來有一點點類似 但其實它在這個 兩層的這個三明治設計當中 是非常不一樣的改變 在以往上一代當中呢 是使用Lifestrike 加上這個Lifestrike Pro 那在這一代呢 是使用Lifestrike 2.0 所以在下面這一層 在之前啊 很多人穿Bossom 11或10 一定都會覺得腳感偏硬 然後整體穿起來的感受是有點 太紮實了 然後踩下去沒有這麼軟Q的感覺 那在這次12代上 就完全改變了這個 之前的缺點 在這個Lifestrike 2.0上面呢 它就是密度降低 所以整體是更輕量的 那也因為這樣 所以它按起來是更軟Q的 所以整體的腳感 在實際穿起來的感受 其實是更舒適的 那在鞋底的部分 上一代的11當中呢 它是用前掌式的Energy Ross 再加上後跟的這個碳纖維板 那這一次呢 是使用全體一體成型的這個Energy Ross 2.0 在前掌一樣維持了上一代這個爪狀的設計 但它一體成型直接到後跟的這個推進系統 那長的就有點像紋箱啦 但是一體成型的設計 可以讓它的抗扭性更好 那穩定性更加的情況下 推進效果會感覺更明顯一點 那可以看到鞋底的部分呢 它這次一樣搭載這個馬牌輪胎的大底 所以在抓地的腳感上 可以達到很好的這個穩定效果 那在前掌的部分 也做了一些部分的挖空設計 可以讓它的重量上 達到更好的偷輕效果 那可以看到在11代的布面呢 它在一些比較需要加強穩定的地方 加入這個植容的設計 所以在穩定性上可以達到很好的效果 但重量上可能就有一點點辛苦 所以在這次的12代上面 它在前面的這些需要加強的地方 完全是使用這個熱壓的膠條 可以幫助它有一個很好的穩定效果之外 但又可以提升它的透氣性 還有整體的這個輕量化的設計 在上一代11上面呢 這個後跟的整體包覆是比較硬的 就是它這個不太能調整 有沒有整個是壓不太下去 那可以看到這次12代上面呢 它是用兩側的這個彈力腰帶 就可以讓它的這個穩固效果 在有一點點柔軟的情況下 有很好的包覆效果 OK 那你剛剛聽完我剛剛這麼深度的介紹 不知道你對於Boston 12 有沒有更進一步了解 你之前也穿過Boston 11 那你要不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自己覺得兩代鞋款的差異在哪 我不只穿過Boston 11 我從Boston 10就開始穿了 然後從10 11 今天又再穿這個12 最明顯感覺應該就是 我覺得穿11啦 就是它有那個很厚實的感覺 一上腳 那個緩震感當然是非常舒適 可是我覺得 其實它一開始那種 直龍皮革的感覺 就是很白條欸 然後會覺得整隻腳有點包包的 然後有點踏上一個台階在跑步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 除了有一點點重 有一點硬之外 我覺得這次進步最多就是 它會讓我不知不覺 像剛剛跑一圈 有一種不知不覺的被推薦的感覺 對啊 欸 剛剛 我拿著相機這麼重 就叫你跑慢一點 結果你一直在那邊給我加速 所以看起來鞋子應該是 對你的幫助很大 那除了剛剛講的這些特點之外 我也來統整一下 我自己對於這次Boston 12的看法 其實第一個 最直接的就是定價 這次的定價竟然只要4290元欸 欸 上一次是4690 現在這個時代 大家都是不斷持續的漲價的情況下 誰還跟你降價啊 這雙鞋 我覺得光是降價這件事情 就已經搶得先機了 第二個是 從現在開始 我記得到6月20號 21號 這段時間內 只要你不滿意 你可以隨時試穿退廢 欸 哪一雙鞋可以讓你試穿 然後你不滿意直接無條件退廢 這個真的是超級佛心的 所以大家如果看到影片 記得趕快去愛迪安門市 試穿體驗 最重要的是在這次的鞋款升級上 我覺得就像天佛妮所講的 因為這次的中底設計啊 它的Q軟程度相對於上一代 是友善許多 所以我覺得這雙鞋的定位 就更適合在一般跑者 平常在訓練當中來使用 因為上一代BOSEN 11 雖然說CP值也很高 但相對來講真的太扎實了 導致你在訓練的時候會覺得 砰砰砰砰 真的太硬了 那這一代很軟Q的情況下 在搭載的這個全掌式的推進系統 就可以讓你在平常訓練 或是真的要拿來比賽的時候 可以帶給你很好的幫助 最重要的是這一款BOSEN 12 基本上已經有大概7到8成左右 Pro3的這些功能了 就是像我們剛剛講的 全掌式的這個推進系統 甚至中底也使用這個Lightstrap Pro 腳感上我覺得更接近Pro3 Pro3或是全碳纖維版的這種跑鞋 對來講可能太暴力 BOSEN 12我覺得它就是無庸置疑第一選擇 畢竟它只要4290又有這樣的這些功能 最重要的是像Tim逢迪索這樣的角色 如果對你來講 就是像這樣的跑鞋 有一點點可能在平常推進來講 撐得不夠久 你可能需要一點點實力來支撐它的話 其實它更低階一點點 還有SL可以來做選擇 所以這樣的話 你就可以在平常訓練當中 一雙鞋比較紮實的在平常慢跑來做使用 真的想要比賽有推進感受的時候 就可以選擇BOSEN 12 最後如果要我來推薦跑者 可以怎麼樣選擇這些跑鞋的話 我個人會認為 像我可能全馬成績落在三個半小時到四個小時的區間這樣的跑者 像BOSEN 12這個選擇呢 就會是我平常訓練的好夥伴 因為平常我可能希望有一點點推進 但又不希望有到碳板鞋這麼暴力推進的話 我覺得BOSEN 12是一個軟硬適中 推進程度非常剛好的一個選擇 那平常比賽我可能就會使用Pro3來做使用 所以就可以有訓練鞋、比賽鞋來做搭配 那如果是像天武鳳梨索這樣的角色 或許這雙鞋就已經可以是他的比賽鞋的選擇 因為在全馬可能四個小時到五個小時之間 你可能對於太推進感受明顯的跑鞋來講 負擔會太大 那在平常訓練當中呢 你就可以使用像SL這樣的鞋款 因為它不至於到過度暴力的推進 但又可以帶給你很好的緩震效果 在兩雙鞋搭配情況 對於你的訓練跟比賽就是雙倍的加成喔 好啦那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次的BOSEN 12的全系列開箱了 那不知道大家對於這個系列的影片開箱有什麼心得耶 歡迎底下留言喔 最重要的是 這雙跑鞋應該是前所未有吧 怎麼有人敢這樣做啊 超有成的 即日起到6月21號指全通路喔 就是電商或者是直營門市 都可以有試穿不滿意退廢的這個活動 可以讓你去試穿 欸這個會不會很多人真的去試穿之後就 不會啊好穿當然是繼續穿啊 好啦推薦大家一定要去試試看這雙鞋上角的感受 我是你叫梁德瑞 我是天武鳳梨索 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啦 掰掰